每次我有免费时间,我总是来到这个地方。 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有英语词, 因为我的中国的技术不太好。 在安徽省合肥市国际人才城,有一家外国专家书屋, 这里不仅提供免费的图书借阅, 还成为外国专家们日常聚会休闲的好去处。 杰弗里,来自肯尼亚,是一名科学老师, 在合肥生活工作,已经有八年时间。 他把合肥形容是他的第二故乡。 杰弗里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每当有休息时间, 他都会到外国专家书屋来介缘书籍, 并和这里的工作人员讨论交流。 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很舒服, 我可以买书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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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书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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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咨询人才政策 享受各类人才服务 我们会有一些人才交流的沙龙活动 也会依托于我们这个外国专家书屋 举办一系列的外籍人才交流活动 而且我们周边还有一个灵溪国际社区 我们经常一起合作 比如这一次的一个中秋节日 我们也定制打造了一个简单的沙龙 邀请我们周边的外籍的企业员工 包括住户来参加这次这个中秋活动 体验我们传统文化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杰弗里告诉记者 他知道中秋节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人们通常会和家人聚在一起赏月 吃月饼 今年的中秋节 他计划带着女儿出去游玩 同时拜访好友 享受中秋的节日气氛 我认为河飞国际人才城将外国专家师屋综合服务窗口与河飞市涉外接待点相结合 每年接待外籍读者200多人死 近年来随着安徽科技水平和产业水平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和专家选择来到安徽发展 截至目前共有1116名外国专家在安徽工作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